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 我又来 我们今天聊的是跟红酒息息相关的 醒酒器 为什么想到要聊醒酒器 是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其实喝酒的朋友都想要一个醒酒器 但是他们从来不自己掏钱买 而且最夸张的是他们都会来找我要 然后我说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醒酒器 然后他们就说 你随便给我来一个大瓶子就可以了 你这么看 我觉得大家肯定是觉得 醒酒器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身边其实也有朋友 他想要买一个醒酒器送给他的朋友 到商场一看眼花缭乱的 都不知道要选哪个好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醒酒器到底值不值得买 以及它的作用 我们要如何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醒酒器 在开始之前 我现在要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那说到醒酒器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红酒是可以醒酒的 至于威士忌呀 白酒呀 其实都可以醒酒 只是我们今天先来聊红酒 至于威士忌如何醒酒 如何选择醒酒器呢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 言归正传在聊醒酒器之前呢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个红葡萄酒的特性 那红酒大家都知道它是用葡萄做的 那葡萄的梗呀 葡萄的皮呀 自然而然可以带来更多的丹宁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色度 以及葡萄自身带有的那个酸度呢 那这些酸度和色度组成的红葡萄酒 其实自然而然的就需要去跟空气去接触 让它的这些味道变得更柔顺一些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需要醒酒器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样的酒需要醒酒 那正常来讲呢 一瓶红酒你至少要在五六十美金以上 才有醒酒的这个过程的需求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瓶好的酒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当它跟空气接触的时间越来越长 它会产生不同的味道 让你有不同的惊喜 这也就是我们醒酒的目的 我们刚才说了贵的和便宜的 那么你现在说新的和老的 什么是新的 也就是说一瓶刚刚release的酒 和一瓶已经在瓶内沉年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酒 那当然了新的酒肯定要比老的酒 你期待的这个醒酒时间要长很多 因为一瓶十年二十年的酒 它其实装瓶之后在瓶内的沉年时间已经足够的长了 它那个木三就算盖的再紧 它也会跟空气产生接触 我在这里补充一点 我刚才忘了说了 就是一瓶很新很新的酒 它在装瓶的过程中呀 会有一些硫化物 或者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臭鸡蛋味 在醒酒的过程中 它的硫味以及它的杂味是会慢慢退却的 所以酒一定要醒 说到这里大家真的以为只有红酒才可以备醒酒吗 其实白葡萄酒香槟都是可以备醒酒的 因为一瓶好的酒在跟空气的接触过程中 自然而然它会产生更多的味道 那白葡萄酒的道理跟红葡萄酒是一样的 所以所有的酒我们都是需要醒的 那么一听醒酒期就是挺有用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我们如何来醒酒 我曾经催了一瓶茅台在我们家门口 它不是完全的摔碎 这么大一瓶茅台我只摔碎了一半 然后呢 我是真的是一滴一滴的让那个酒滴到那个醒酒期 然后我在尝我滴进来的这些酒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茅台瞬间变好喝了 然后我仔细一想 就是因为在第一的这个过程中 它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小故事 就是因为红酒其实也是同理的 你选择醒酒器的时候 让酒跟空气的面接触的面积足够的大 才会起到一个氧化的作用 那到底如何醒红酒呢 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个大肚子的醒酒器 把红酒倒进去 你不要倒满不要倒到这里 也就倒个一半或者四分之一的这个样子 让空气跟酒液充分的接触 这就是一个醒酒的正确过程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瓶子很好看的话 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它叫做粉色天鹅糊 不但有这个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 就是当当当当 我的最爱 这个我叫它龙嘴大茶壶 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人 反正我是天津人 然后我们天津有那种龙嘴大茶壶 就是就把茶叶倒里面就这样倒 就特别有杂技效果 那说回这个 是这个醒酒器是Redo出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 可以说是杯子界的劳斯莱斯的品牌 像我口中的这个龙嘴大茶壶 其实是这个品牌 为了同性恋的这个组织 就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同性恋明星 跟他出的这么一个联名款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彩虹的颜色吗 其实这就是同性恋 它有一个七彩旗的一个标志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醒酒器 我当时买这个醒酒器 完全是因为真的有一个人在我面前 用同款醒酒器去给我倒红酒 我当时就震惊到了 我就心中暗自发誓 我一定要拥有一个同款醒酒器 因为实在是太帅了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龙嘴大茶壶 或者你对它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购买 今天又花了一期的时间去聊醒酒器 大家不要觉得醒酒器跟你们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 它可以帮助你社交 它可以帮助你去醒酒 让你跟大家有更亲密的距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开启你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by bwd6